另外吉安湘公所4月1号也和吉安救国团团委会 共同举办了铁道樱花儿童节 叮当火车到吉安的庆祝活动 地点就在甘城铁道樱花公园 乡郎游淑陪着孩子们一起完成各个闯关游戏 同时还制证儿童节小礼物 让每一位参加的小朋友们度过一个非凡的儿童节 在粉红色浪漫樱花林下 吉安湘救国团团委会志工们为孩子设计 一连串精彩好玩的闯关游戏 包括了摇摇乐 纸杯 纸骰子 大声工 还有东线小叮当火车合音等关卡 小朋友们玩得很尽兴 活动中也特别安排了庆生会 还有退休人员的赠扁仪式 场面热闹又温馨 铁道樱花儿童节 快乐叮当到吉安 所以今天是我们儿童节的前夕 谢谢我们救国团 吉安湘团委会跟吉安湘公司来承办这次的活动 邀请到临近的学校 还有我们的儿童跟家长 市长们一起来欢乐过我们的儿童节 美丽的樱花在我们的樱花公园已经绽放两年了喔 我们的东线小厅当也回到了吉安的怀抱 这是一个自然美景而且适合我们亲子乐活运动的好地方 365天都欢迎大家一起来 可以在这里享受蓝蓝的天 绿绿的草地美丽的樱花快乐的樱花亭 让我们也欣赏一下我们所有的火车在这里行走 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甘城樱花铁道公园 吉安香港游淑珍表示 活动是以西幼赏春为主轴 邀请大家来到甘城铁道樱花公园 一方面培养孩子们对环境教育的友善及爱护 另一方面也邀请乡亲在亲民连续假期间 可以带着家人走出户外 规划赏阴之旅 规划山林之旅 或者是还乡自行车道之旅 感受吉安的淳朴风情 度过悠闲的山海时光 谢谢吕慧全相报道